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蘭 今天繼續帶大家來看新實際 還沒看過上期也可以點進去上方的資訊卡 觀看上期的新實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讓我們開始吧 上期收到為了給琉璃致病 千萬他們來到恐怖的硫酸地帶的收集硫酸 經過一番折騰,硫酸終於收集完畢 而製作抗生素所需要的素材差不多收集完了 接下來就是跟著步驟一步一步進行製作了 但最後還差三種材料 這三種材料的製作需要用的酒 但是老爺也表示 都是在明天的玉拳比試獲勝的話就能得到大量的酒 因為玉拳比試是要滿14歲前未婚就能參加了 於是千萬有報名參加 而千萬他們決定有人數優勢讓靜璃的獲勝 不碰到自己人還能假裝輸掉 很快第二天到來了 玉拳比試也隨時展開 來到村外半年 千萬還是第一次踏進村子 聽著千萬這個名字 琉璃感到很熟悉 他走向千萬並問千萬姓什麼 歡迎未落琉璃又病倒了 安置好琉璃後 玉拳比試也就開始了 很不幸的 琉璃竟然在第一輪遇到了瑪古瑪 這邊瑪古瑪為了引開了湖泊這個麻煩的對手 瑪古瑪派身邊的小弟綁走了西瓜 並告訴千空一起的西瓜掉進河裡了 但千萬他們並沒有相信 雖然已知道是陷阱 但以防萬一湖泊還是敢去查看 若是湖泊在自己的比賽前沒有趕回來的話是當作棄權 這邊竟然和瑪古瑪決戰也開始了 竟然一開始發動了一波猛攻和瑪古瑪打的軍事立體 西瓜這邊也自己順利逃脫了 金狼也因為被瑪古瑪拉開距離而看不清 因此遭到了瑪古瑪的重創 西瓜也發現了金狼有近視野 於是將自己的西瓜頭套認給金狼 金狼也因此能夠看得更清楚了 躲開瑪古瑪的攻擊後便一擊打倒了瑪古瑪 此次瑪古瑪的金狼就跟裁判確認帶頭套是否犯規 若不犯規自己就認輸 就在金狼確認帶頭套不犯規時 瑪古瑪突然從後面偷襲金狼 於是撤離者變成瑪古瑪 但就算瑪古瑪贏了金狼一拳仍然還有勝算 瑪古瑪以身受金狼重創 受了不少傷 目前需要考慮的是 琥珀能否在第三回合之前回到村子 第二場是克羅姆對瑪古瑪的手下 克羅姆能做的就是盡可人的拖延時間 這次瑪古瑪見到遠處的琥珀正高速的趕回來 阿力克命令自己的手下馬上認輸 沒趕上琥珀就這樣出局了 千狗則不戰而勝 目前千狗這邊能打的就只有銀狼了 銀狼這邊也靠著不認輸的決心打倒了對手 接下來就是瑪古瑪對戰克羅姆了 現在只能賭克羅姆能夠大幅度的消耗瑪古瑪 然後實際的情況是 瑪古瑪當方面碾壓克羅姆 完全不給克羅姆喘息的機會 這時換來到了村子 這邊毫無辦法克羅姆想靠著晶片聚光點燃瑪古瑪 而千狼表示克羅姆搞錯了 那聚光的是凸透鏡 而眼睛的晶片也是凹透鏡 克羅姆在千狼身邊學習科學也有一段時間了 會得也不少 他早就在晶片上滴上了記憶的汗水以及淚水 把晶片變成了可以聚光的凸透鏡 點燃還需要時間 千狼則用了一堆我看不懂的定理 算出了點燃手續的時間 總之就是還需要60秒才能點燃 這時換出手拖延了時間 結果瑪古瑪還真的被點著了 克羅姆不想撤回殺人犯 於是不能夠把瑪古瑪打下水裡滅火 克羅姆也隨之獲得了勝利 接下來就成千狗克羅姆和銀狼了 只要讓克羅姆活成 就會讓他樹立當上村長 並讓琉璃吃下抗車術了 但銀狼因為聽琉璃說 不管是誰奪冠都會和那個人結婚 所以銀狼聽後有些興奮 于是瘋狂地攻擊千狼 但是前出人都認為 絕對不能讓銀狼這個人當上村長 這時克羅姆將西瓜頭套認了過來 然後千狼順勢用槓桿原理 給銀狼致命以及獲得了勝利 最後只要讓克羅姆勝利就可以了 但克羅姆在比賽開始之前就昏倒了 所以千狼又不戰而勝 于是千狼獲得了村長之位 以及琉璃這個棋子 但千狼立馬表示要和琉璃離婚 然後就帶著大量的九合處 回去製作抗生素了 經過一段超級複雜的加工合成之後 抗生素就完成了 他們立刻進出給琉璃服用 而患回到了千狼的研究室 此時患發現了桌上放這一瓶可樂 千狼完成了當初答應換同門的條件 在碳酸水中加入香菜 酸成的蜂蜜焦糖就能製作可樂了 患也喝得非常滿足 千狼這邊也成功讓琉璃吃下抗生素 經過千狼的診断 確定了琉璃得了病是肺炎 千狼研究的抗生素是黃胺類型的藥物 而黃胺藥正好能殺死肺炎囚君 接下來琉璃只要不斷服用黃胺藥 就能慢慢好起來了 只好琉璃後千狗真實獲得了村女人的認可 成為了石神村的姓村長 千狗再來得知了這個村子叫石神村 就跟自己的姓氏一樣 這次琉璃向千狗說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村女的巫女代代相傳的故事 百物語 百物語 其一百 其名為石神千狗 另外在3700年前千狗的養父石神百夜 憑著多年的努力終於成為了宇航岩並上了太空 當時太空艙上一共有6人 而當時在地球的前空就在研究燕子的石化現象 這次他們突然發現一道神奇的綠光籠罩了整個地球 他們急忙聯繫地球但沒有得到回應 連上地球的監控後 他們發現了所有人類都變成了石頭 他們6人肚子不知所措 不知道如何是好 全人類都變成了石頭 繼續等待也不會有人來救援 於是百夜提出回到地球 他們是地球最後的6個人類 他們必須回到地球拯救全人類 百夜通過社交網站的留言跟信得知 石狗關心的源頭在南美 降落的飛船之乎兩艘 所以他們會為三人遺囑 首先打頭這的三人 因為沒有地球的指揮 要遍離掉進海裡 百夜則獨自一人前去救援 其他兩人則事先降落到無人島上 可是地球已經完全沒有人類倖存後 他們開始繁衍的聲息 百夜堅信這千空一定會解除石化 做到自己沒有做到的事 那就是拯救全人類 當千空甦醒之時一定會需要夥伴 也就是他們6人傳生幾千年的後代 畫面回到千空這邊 留意在千空去看百夜最後的留言 因為當初6人其中兩人敗給了肺炎病倒了 另外兩個去找藥沒有回來 最後百夜將一些生存需要的知識編織成了百物語 而百物語第100個故事 石城千空 是百夜給千空的留言 百夜堅信千空一定會醒來 就算是從零開始也一定會重新建立文明 千空在百夜幕前流下的眼淚 回到村子 換告訴千空 石就要打過來了 此時的千空可興奮不得了 因為此時此刻他已經將村里的各位團結起來了 他終於可以向施展現自己科學玩過的力量了 石是個警惕的人 因為石表示幻並沒有看到千空的屍體 萬一他還活著一定會找到十神村並建立起科學王國 若科學武器被研發出來 石可就麻煩了 於是決定帶兵攻打十神村 這邊石的得力助手 並又也帶兵準備進攻 兵越是石復活的一個槍法了得的猛將 竟然對戰兵越最終敗了下來 千空的科學王國目前什麼厲害的武器都沒有 所以決定用自己僅剩了一件火藥來虛張聲勢 幻讓馬古馬配合千空向敵人認出石頭 千空則虛晃開了一槍 幻夾裝自己阻止了千空並讓對方誤以為千空已經研發出了槍枝 也因此兵越帶著手下撤退了 竟然也因此得救了 之後幻開始誘導兵越的手下等到暴風雨的時候再進攻 兵越也沒多說什麼而是準備讓手下當炮灰 這樣就能知道科學王國的實力了 這邊千空的前方竟然製作了眼鏡解決了竟然的近視眼 接著千空開始動用全村人的力量開始幹活 至於他們做了什麼馬上就去揭曉了 千空獨自一人在橋上誘敵 兵越的手下也隨之攻了過來 此時十神村的主要戰力會在日本刀迎擊 日本刀 世界最強的刀 眼看自己的手下節節敗退 兵越會舞著槍衝得出來 兵越的槍術非常了得 就算琥珀竟然馬姑馬上人一起上都不一定打得贏 但是在關鍵時刻的兵越的槍突然損壞了 其實是幻搞的鬼 兵越找來之前千空讓西瓜給幻送去一把小刀 西瓜也從幻留下的標記順利找到了幻 但兵越表示他們只是降攻 真正的目標是十神村 兵越找派了自己的手下焰潛伏 並趁千空他們不注意時放火燒村子 因為村子被燒了 於是千空有些人指揮村民到村外的科學倉庫 而兵越放火的目的就為了把村民們逼出來 之後西瓜趁機做了幼兒迎開了敵人 西瓜把他們帶到了這件獸器流出在山上 眼看毒氣就像西瓜襲來 好在湖泊把西瓜帶到了樹上 並讓他帶上了防毒面具 因為兵越他們並沒有防毒面具 所以千空他們才算逃過一劫 是知道千空還活著後 一定會組建大軍一舉攻向十神村 而復活水西瓜的硝酸已經被失控制著了 所以千空這邊幾乎沒有復活到人 千空剩餘的火藥也在之前下舞敵人用光了 若是施在打怪他們可說是不堪一擊 於是千空打算先發自人 他打算製作手機 戰爭中最致命的武器 也就是情報 而千空早就派了大叔和槓到施那邊做間諜 這樣就能和大叔他們理應外合獲得大量的情報了 手機的製作過程同樣也是相當複雜 無論多麼遙遠 但只要遵循步驟就一定能抵達終點 這就是千空對科學的信念 兵越這邊也回去告訴施 千空還活著 雙方之間的大戰就無可避免了 施打雙過完冬天之後再對石城村發起總攻 視野才知道了大叔和槓是內衣 於是派人監視他們 並也派人燕在石城村外監視千空他們 此時雙方沒有能獲得情報的聯繫手段 千空人早就知道了這一點 所以才會決定優先製作手機 這是特大的科學計畫 千空首先做的是棉花糖機 嗯 哈哈哈哈 先別急 千空其實是想來做電子設備的線路 不過千空姑且先做出棉花糖實驗一下設備可不可以用 村里的岩屎人第一次吃棉花糖都吃得很開心 同時千空還給了仍然監視的燕送去的棉花糖 不是為了拉攏的燕 只是單純想把點心分給一個女孩子吃 這邊因為石城村的村民準備要過冬了 所以不能所有人都參加千空的科學作業 以初千空又回到了最初的人手短缺問題 所以千空製造出了齒輪 在作業較費力的工作時也會比較省力 康洛姆也因此得到了啟發 和老爺也到外面做東西了 這之後千空也成功做出了接線路用的進線 這期間村里的各位都不眠不休地進行工作 三天後的科學姆終於從外面爬了回來 他帶前後一起來到河邊去看自己和老爺也一起發明了水車 千空也為科學姆的大作為之震驚 他們做出了不需要人力不需要燃料的永動裝置 時刻的人力時代結束 他們迎來了動力時代 水力發電機也製作出來了 不過這個發電機還會完成 現在的電力也只是在不斷流失而已 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製作能夠儲存電力的盒子 也就是電池 在盒子裡放入兩塊鉗板之後再倒入硫酸電池也就完成了 卻是被儲存在了電池裡 竟然依然也終於能專心投入訓練不用再進行累死累活的能力發電了 千空這邊也製作出了水動力古風機 想當初千空可是用了拉麵才換取出名門的勞動力 現在終於到了完全動力化的時代了 接下來千空準備製作燈泡 這活連專業的老工匠做起來都有一些棘手 現在的時程存在千空的帶領下 前手未有團結 雖然一向悠閒的生活被千空打斷了 但大家也很開心 一天晚上千空的燈泡點亮了一棵大樹 隨著雪花的飄移就意味著聖誕節到來了 千空就為了今天準備了許久 這之後千空準備製作真空管 這個東西能調整電流的方向來提升電流的強度 是手機的心臟 因為是真空管 所以裡面一點空氣都不能有 千空在燈池發熱的地方放了零 零遇到熱會燃燒 這樣這一消耗掉就為了氧氣了 因為製作這個需要非常精密的手藝 他們嘗試很多次都沒有成功 這還是千空第一次感到這麼挫敗 一找不到比竹師還堅固的材料 而今天剛好是新年的第一天 於是幻帶著大家到山上看日出爭和心情 此時千空發現西瓜手中拿著克羅姆挖來的石頭 白屋礦 這正是製作真空管的關鍵素材 現代的燈池也是用這個礦石製作的 但究竟一點肯定不夠用 於是千空和克羅姆、馬古馬三人前去挖礦 主要是白屋礦實在是硬的爆炸 所以需要力氣大的人去幫忙 這邊幻終於盼到千空離開石神村了 他終於開始實行自己偉大的計劃了 這邊在洞窟中千空腳下的地面突然碎裂 馬古馬為了救千空自己不幸跌落 千空為了反救馬古馬自己也跌了下去 克羅姆這道菜不停往坑裡灌水讓千空的馬古馬游上來 千空也覺得這個計劃可行 於是經過一番超級責密的計算後 千空讓克羅姆根據西紅原理 將旁邊池子裂水引進坑裡 這樣兩人就得救了 此刻馬古馬也對千空徹底改觀 經過一番探索千空以前發現了西卡岩礦床 簡單來說就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礦石的礦床 不僅獲得了屋 還獲得了眾多超級厲害的礦石 兩人因為接了太多稀有礦石而不想回去了 此時馬古馬想起幻在出發前提醒馬古馬 一定要讓千空在三天後的晚上之前回來 於是就急忙拉著兩人離開的洞窟 回來順子後千空發現大家給自己準備的天空望遠鏡 因為幻推算出的建議是千空的生日 所以特地召集大家幫忙製作千空的生日禮物 千空的因此非常感動 材料都收集完畢了 現在終於可以根據線路圖一步一步把手機製造出來了 通過加熱將加工後的屋做成屋絲 再通過超級繁瑣的工程這工果完就完成了 接下來千空準備製作塑料 但是大家要知道製作塑料的主要原料是石油 於是千空打算製作人工合成塑料 分錢樹脂 總之製作非常繁瑣我也看不太懂 有興趣也可以去放來看 接下來就是製作話筒了 千空讓琥珀拿來一桶酒 而千空要用到的是附著在蓋子上的顆粒 然後和濁潮後的海草一起放在熱水裡 就以產生90酸甲鈉 這東西能把生日轉換成電流 隨便放在一個桶裡話筒就完成了 塑料電線真控管已經話筒完成後 就可以開始組裝手機了 就在好不容易完成一台手機後 千空才說要製作多一台才行 其實這是千空的陰謀 因為如果一開始說到兩台的話 大家可能就沒有動力了 不過只要鋪上很長的電話線的話 就會放在村子裡當成固定電話用 成功通話後大家覺得很神奇 這時琉璃無意今天提到的喇叭 琉璃還說喇叭是一種蜜蜂 千空還覺得很疑惑 琉璃表示這是白無語第十四的故事 有一種特別愛說話的蜜蜂 叫做喇叭 她將自己的針插在墓碑上的話 就可以用死者的聲音說話 千空還歡迎以此推測出了這個故事的關鍵信息 千空來到了自己老爸百葉的墓碑前 墓碑裡保存著一塊唱片 為了聽到唱片裡的聲音 千空趕緊製造出了一個唱片機 當千空把針放上去之後 話中已傳出來了百葉的聲音 百葉一直堅信著結束實話 聽到這個唱片的人是千空 百葉給他們留下時消失了千年的音樂 隨著音樂響起 所有人的內心全所未有的療癒 人類的兩百萬年 發展出了遊戲、電視、漫畫、電影 全都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所產生的娛樂方式 雖然現在已經消失殆盡了 但他們留在人類的記憶中永遠不會消失 千空要做的就是復活前人類 復活那些消失的娛樂產物 一瞬間村里的各位都士氣高啊 冬天就快就結束了 千空和獅子劍的大戰也即將展開 到此動畫第一季完結 那我們一起期待第二季的到來吧 等不記得小夥伴可以先去看漫畫 那我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喜歡的話不妨幫我點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阿蘭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請您回多謝 embodied CT字幕 可以拍攝照看 公平能 被你拍攝照看 得到